在当皇帝之前 隋养帝杨广在父母眼中是孝顺孩子 在大臣眼中是优秀王子 可以说杨广具备接班人应有的一切优秀素 是成为皇帝后的杨广 却呈现出了人性的另一面 这是权力的膨胀 还是人性的弱点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全面解读隋杨广的悲剧人生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下部第二集 杨广奇人 在中国古代帝王中 隋养帝是一个公认的法派人 荒淫与暴雨 似乎是他在人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两张影片 那么隋养帝天生就是一个恶人吗 如果是 他为何能够迎得父皇母后的信任 成为大随王朝的接班人 如果不是 他为何又在当政之后 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情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 全面解读隋养帝的悲剧人生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下部第二集 杨广奇人 苏杨广大名叫做杨广 曾用名是杨英 小名叫做阿摩 出生在公元569年 他在人生之路上获得的第一个身份 我管他叫幸运公子 为什么叫幸运公子 有两大幸运之处 是别人很难企及的 第一个幸运之处是出身后 我们刚才不是讲杨广出生在569年 那时候还是北州的天下 而他的父亲杨奸 那是北州的大将军 隋国公 是赫赫有名的军事贵族 他的母亲独孤家罗 那是北州的驻国独孤信的小女儿 那也是将门狐女 身家献赫 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 北州的所谓八驻国十二大将军 那就构成了当时官隆贵族集团的那个核心 这个集团中的人 那当时就是社会的最高层 无论是皇帝还是贵器还是高官 都得从这个集团中产生 我们举一个例子 大家就明白这个集团里的人分量有多大了 我们刚才讲啊 这个杨广的母亲叫独孤家罗 外祖父呢 叫做独孤信 独孤信一共有七个女儿 大女儿呢 是北州明帝的皇后 四女儿就是唐高祖李渊的母亲 后来追封为元真皇后 最小的妻女儿 那就是杨广的母亲 隋朝的独孤皇后 一门之中出三朝皇后 这是多大的能量啊 那小杨广能够有这样的出身 就等于含着金汤匙出身啊 这还不够幸运吗 所以我们说他出身好 第二个幸运之处是什么呢 是资质好 有什么样的资质啊 按照隋书的记载啊 杨广这个孩子呢 美资仪少聪慧 长得是非常的英俊秀美 而且从小就聪明伶俐 很讨人喜欢 那杨广聪明到什么程度 因为史书没有记载 我们不能妄下结论 我们不能给他编故事 但是要说他长得漂亮 除了隋书这个记载之外 我们还是可以找出一些作证 什么佐证呢 就他这小名阿摩 阿摩是什么呀 阿摩这是一个佛教用语 又叫摩摩尼 这是梵文之中善女的意思 善男信女 那个善女就是阿摩 为什么给孩子起这么一个小名啊 我想一方面呢 咱们民间都知道 给儿子娶一个女性的小名 他好养活 但是另外一点 也不排除这个小家伙 长得太漂亮了 眉清目秀了 跟个小姑娘似的 所以呢 就给起个小名 善女阿摩 那这个长得漂亮有什么好处啊 我们得知道 在隋唐时期啊 做官是要挑长相的 所谓身严书判 四条标准 第一条标准 就得是长得周正 那人家小阳广长得又端正又聪明 这不就是资质好吗 出身好 资质又好 按照当时的惯例啊 他的经典人生道路 就应该是早早步入仕途 然后节节高升 就走上他的父辈 或者是祖辈的老路 事实是不是这样 事实也确实如此 孙杨帝啊 在北周的时候就被封为燕门郡公 那时候他才多大呢 才不超过十岁 一个几岁的孩子 就从这么高的起点起步 对于任何人而言 那都得说一声阿弥陀佛 非常幸运 可是对于杨广来讲 这还真不算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有更大的幸运 在等着这个孩子 什么幸运呢 就是公元581年 他的父亲杨坚 以北周皇太后之父的身份 篡权成功 把北周给灭了 自己建立了大隋王朝 当皇帝了 那爸爸当皇帝了 杨广当然就自由富贵 从北周的燕门郡公 变成了隋朝的晋王 上升了 那由此呢 他也就获得了人生的第二个身份 什么身份呢 我管他叫优秀王子 那优秀是一个形容词啊 这优秀怎么表现出来的呀 有两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 第一方面 优秀表现在功勋卓著 第二方面 优秀表现在人品端正 我们先看啊 功勋卓著 晋王阳广有什么工业呀 他当晋王时期啊 有三大工业是无人能及呀 第一个工业就是被迫突厥 这个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讲过 说隋朝建立之后 就开始跟突厥 就是北方草原民族突厥 争夺东 这个整个东亚地区的霸主地位 而且呢 为了争夺这个霸主地位 还曾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战争 这两次可不是我们说打一仗就走 每一次延续的时间都很长 第一次呢 是从开黄二年到开黄四年 隋突大大出手 第二次 从开黄十七年到开黄二十年 双方再次大大出手 这两个阶段的战争 最后战果怎么样啊 第一个阶段 开黄二年到开黄四年那次 隋朝呢 迫使突厥的沙波略可汗称臣了 而且呢 突厥分裂成了东西两部 那当然 隋朝也就取代了突厥 成为当时的东亚霸主 这是第一阶段战争 第二阶段战争 从开黄十七年到开黄二十年 那次战果又是怎么样啊 那一次啊 隋朝又逼死了沙波略的继承人 他的儿子都兰克汗 改立亲随的启明克汗 做突厥之主 那也就意味着隋朝维护了自己的东亚霸主地位 总之一句话 这两次啊 都是以隋朝大获全胜而告终 那隋朝是大获全胜了 晋王杨广在这里的位置是怎么样的呀 第一次隋徒战争时间啊 呃期间呢 杨广啊 年龄还是比较小的 所以并没有亲临前线 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杨广这个人 从开黄元年到开黄六年 一直担任兵州总管 兵州总管他的驻扎地在晋阳 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 而兵州总管最主要的职责 就是防控突厥 所以他虽然没有战功 但是日常防控的这个苦劳和疲劳 还都是有的 这是第一次 那到第二阶段战争期间啊 杨广的作用就更大了 开黄二十年 就是杨广亲自指挥了对突厥的最后一击啊 所以呢 北迫突厥这个桂冠也就自然而然的落到了他的头上 这不是一个莫大的工业吗 所以第一个工业我们讲北迫突厥 第二工业是什么呢 是南平陈朝 这个我们也讲过啊 隋朝在结束第一阶段对突厥战争之后 马上就把利剑指向了江南的陈朝了 就在开黄八年发动了平臣战争 那平臣的统帅就是晋王阳广 当时晋王杨广年方二十岁嘛 就以行军元帅的身份统领三大集团军五十万士兵进军江南 这场战争打的怎么样 那不是非常顺利吧 一举活捉陈后主 把整个南方地区纳入隋朝版图 隋朝实现了啊 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同意 这又是一个莫大的功劳 大家想想作为一个皇子 有了北魄突厥和南平江南 南平陈朝 这么两大功劳已经相当厉害了 但是啊 这还不是人家杨广的全部业绩 杨广的第三个业绩是什么呀 第三个业绩是安抚江南 我们刚才讲在开皇八年 隋朝顺利的就把陈朝给平定了 但是呢 因为南北两方分裂太久 在统治方式思维方式上都有非常大的差异 而隋朝呢 其实又没有摆脱那种征服者心态 过于的想要快速实现全国一盘棋 搞了一些过激的措施 引起了江南人民的普遍不满 所以在平臣战争两年之后 也就是开皇十年 原来陈朝究竟 不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活动吗 那在这种情况下呀 又是晋王杨广 临危受命 去担任扬州总管去了 这次可不得了 这一次啊 他不仅参与了平叛战争 而且呢 在叛乱平定之后 继续留在江东 继续担任扬州总管 这一担任就长达十年之久 这十年 他最主要的业绩是什么呀 最主要的业绩 其实就是安抚人心 原来隋文帝不是迷信军事征服 才引来南方的反叛吗 杨广呢 就反其道而行之 充分尊重江南文化 充分笼络南方人才 就让江南人民慢慢的摆脱了那种被征服者的屈辱心境 慢慢的认可 也接受了隋朝的统治 那杨广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呀 我们只讲一件事 大家就知道他的努力程度了 杨广担任这个扬州总管的时候 已经超过二十岁了吧 不是学习语言的黄金年龄了吧 可是呢 他为了管好江南 专门去学习无浓软语 用当地人的语言和当地人说话 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具有亲和力和示范性的 孟子说过 人之初性文善 隋阳帝阳广也不例外 他曾经是一个优秀的少年 更是一个有为的青年 年纪轻轻就建立了显赫的工业 这一点 即使是最苛刻的史学家也不能逢人 而在蒙曼老师看来 杨广的优秀之处还不止于此 再来看第二大优秀之处 人品端正 晋王杨广在人品上有什么过人之处 我也给他总结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 他孝顺 第二方面 他老成 第三方面 他善良 先看孝顺 这个孝顺怎么表现 我们刚才讲 杨广曾经长期担任兵州总管 然后又长期担任扬州总管 按说很少生活在父母身边 这孝顺不好表现 可是杨广就能表现出来 怎么表现 根据史书记载 每一次隋文帝或者独孤皇后 派使者去探望他的时候 杨广都必定要到边境去迎接使者 不管来人多卑微 一定赢到兵州或者是扬州的边境线上去 赢回来之后 如果这使者是男的 那好办了 跟晋王杨广通吃同住 如果这使者是女的 那就跟晋王的王妃消逝 通吃同住 反正是务必最高规格接待 让使者感觉到 晋王夫妇那种春天般的温暖 那有人就讲了 这跟孝顺有什么关系 这太有关系了 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 爱屋及乌 反过来讲就是打狗看主人 对父母派来的使者这么敬重 不就反映的是对父母的敬重吗 那我们知道 这个晋王杨广的父母 跟一般的父母可不一样啊 他的父母是皇帝和皇后啊 皇帝和皇后 跟普通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啊 他不在乎儿女怎么样去伺候他 穿衣吃饭 他在乎的是儿女怎么样表现出 对他最大的虔诚和敬意 杨广能够很好地表现出这一点 这在隋文帝夫妇看来 那就是最大的孝顺 所以第一点他孝顺 那再来看他老成 怎么叫老成 老成啊 一个很重要表现 其实就是不敬女色 怎么叫不敬女色 我们也讲一个数字 大家就能看清楚 隋阳帝 阳广呢 一生只有三个儿子 其中在当晋王期间生了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无一例外都是他的正妻 萧妃所生 那其实就已经从侧面反映出来 他不敬女色了 你想一个年轻的皇子啊 私生活能够如此严禁 这不就是老成尺重 所以我们说他第二个特点是老成 第三个特点是善良 怎么叫善良 我们也讲一个例子 这在隋文帝的时候我们就讲过 说有一次啊 晋王阳广带着一对士兵出去打猎去了 忽然呢 天降大雨 那晋王是一个王子 左右怕他临着 赶紧呢 就把这个游布做的雨衣给他拿来了 没想到晋王大手一挥拒绝了 说我带着这这么多士兵呢 每一个士兵难道都能得到一件游布雨衣吗 如果说士兵都不能得到雨衣 都在那淋雨的话 我怎么能一个人披上雨衣呢 不行 我一定要跟大家同甘共苦 你想作为一个高贵的王子 能这么体恤下人 这不也就很善良了吗 那一个皇子又孝顺父母 又不尽女色 又能够善待下人 这就算是道德高明了 又有过人的工业 又有不凡的道德 这简直就是玩人 是不是 是不是玩人 至少当时人真是这么想的 按照当时人的说法呀 杨广那是声名极慎 惯于诸王 杨广当晋王的时候怎么样 名声特别特别的好 远远超过其他的王子之上 那有这么大的功劳 再有这么好的名声 幸运之神再次来照顾他来了 怎么照顾的呢 开皇20年 鉴于杨广同志一贯表现优秀 和太子杨勇的放纵 形成鲜明对比 隋文帝就在独孤皇后和他的宠臣杨肃的窜夺之下呀 做了一个艰难而重大的决定 什么决定呢 那就是废掉当时已经立了20年的嫡长子杨勇 改立晋王杨广当太子 那这个决策一做出 杨广也就实现了人生的第二次飞跃了 就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三个重要身份了 这个重要身份是什么呀 太子 但不仅是太子 我给他下的结论是谨慎太子 怎么叫谨慎太子 我们也只讲一件事就够了 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 杨广在当晋王的时候 是屡立大功 闪闪发光的一个人 可是一旦当了太子 就几乎找不到一件像样的工业 整个人立刻就失去光彩了 不光是我们有这种感觉 其实杨广自己也知道这么回事 我们怎么说他知道是这么回事呢 他当太子期间曾经给自己的一个下属 一个叫史祥的人 写过一封信 信的结尾是这么写的 彼监国多侠 养籍贤宫 宴北阁之端居 罢难题之耻涉 博望之愿 济乏明贤 非盖之源 礼乖众艳 亲朋原意 秦书济然 什么意思 他说现在啊 皇帝陛下隋文帝到仁寿宫避暑去了 所以大兴宫这儿 是我在撑的呢 我在监国呢 我时间啊特别充裕 可是呢 我既不想弹琴 也不想骑车 甚至都不想跟任何人聊天 总之我整天什么事都没有 真是很无聊啊 那我们就要追究一下了 杨广这么一个精力充沛 野心勃勃的家伙 为什么当了太子之后就无所作为了 我觉得呀 关键原因就在于他谨慎 要知道 在中国古代 太子最忌讳的是什么呀 当太子最忌讳的 就是出风头 在坏的方面出风头 固然是不行 在好的方面出风头 照样不行 因为你会引起皇帝的猜忌呀 你想干嘛呀 你是不是在孤名调狱呀 你是不是想要抢班夺权呢 所以呀 当太子最安全的做法 就是什么都不表现 那杨广是深谙此道啊 所以呢 整天就待在东宫里头 也不娱乐 也不做事 反正呢 尽量低调做人 千万不要引起任何人的瞩目 就在仁寿四年 也就是公元六百零四年 因为一件大事 一下子就把我们 也把当时人 对杨广的这个完美印象 给彻底颠覆了 什么事呢 就是我们在隋文帝系列里 最后讲到的文帝之死 大家都知道 隋文帝之死 那也算是一个千古之谜 很多历史 特别都是 特别是笔记小说 都告诉我们的 隋文帝是被自己的儿子 也就是后来的隋阳帝杨广 给干掉的 至于是怎么干掉的 有的说是毒死的 有的说是勒死的 有的说是棍棒打死的 反正都搞得挺惨的 而且呢 根据史书的记载啊 隋阳帝在弑父之前 还曾经企图强奸庶母 也就是隋文帝的宠妃 宣华夫人陈氏 那杀父兼母 这是禽兽不如的事情啊 那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隋文帝系列里 跟大家辩析过了 我当时的结论是 事实可能不像笔记小说里 说的那么血腥暴力 但是无论如何 隋文帝之死 跟他的儿子杨广 还是有关系的 有什么关系啊 按照我当时的分析啊 这个事情的经过 大体是这么回事 人寿四年的年初 隋文帝到人寿宫去 这个逛去了 去闲逛去了 但是呢 就在这个过程中 突发重病 那身为皇太子的杨广 为了保证在父亲死后 政权能够平稳交接 就利用密信这种形式 和自己的亲信 也是当朝宰相杨肃 进行私下沟通 怎么样确保皇帝死后 自己顺利接班 可是没想到啊 这封密信呢 居然被误传到隋文帝手里了 那我们知道 隋文帝一辈子抓住权力不放啊 最在意的东西就是权力了 可是现在自己还没死 儿子居然就惦记起自己的权力 还在计划着自己死后 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这让老皇帝情何以堪呢 所以啊 隋文帝生气了 他一生气 后果确实很严重 他马上就命令自己的两个亲信 起草诏书 打算召回已经被废的太子杨勇 其实就等于 他要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了 那如果这个诏书一发出 那杨广以前的一切努力不就富之东流了吗 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况下呀 太子杨广就痛下杀手了 马上发兵包围人寿宫 武装保卫自己的爸爸隋文帝 切断了他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隋文帝本来不是已经病重了吗 再加上这么一番刺激 这么一番打击 病情进一步加重 就一命呜呼了 他这么一命呜呼之后 杨广的威胁得以解除 这才顺利的接班当皇帝 我们当时是这样讲的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评价这件事啊 可能有人会说了 这件事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 权力是亲情最好的辅士忌 皇宫自古多冷血 一代圣君 唐太宗李世民 不过也跟自己的老爸高祖李渊 玩过逼宫戏 是不是 这事不是专门发生在 近太子杨广的身上 没错 这样的事情 在古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问题到杨广这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呀 杨广以前可是人们心目中 完美的大孝子 一个大孝子做出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之前对他孝顺的印象 可就颠覆了吧 为了权力 他是可以不孝顺的 这还不算 就在隋文帝死后 杨广又接连干了几个事情 让我们觉得不仅在孝顺这个问题上 他不太靠谱 他的另外两项优秀品质 就是老成还有善良 恐怕也都经不起推敲 这怎么回事呢 既然发生几件事 我们就先讲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么事 我姑且称之为 童心结事件 童心结事件的主角是谁呢 就是 太子 当然也是新皇帝杨广 和隋文帝的宠妃 宣华夫人陈氏 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什么事了 自治通鉴是这么记载的 屋后 太子遣使者赖小金盒 贴纸余记 亲属封字 以赐夫人 夫人见之 黄巨 以为镇毒 不敢发 使者促之 乃发 河中有童心结树美 工人显悦 相为曰得面死矣 臣氏惠而怯作 不肯致谢 诸工人 供逼职 乃败使者 其业 太子 睁眼 什么意思 非常有趣 说就在隋文帝去世的当天下午 杨广 居然在百忙之中 还抽出时间来 派使者 送给老爸的爱妾 宣华夫人臣氏 一个小金盒 盒还贴了封条 封条上写了一个封字 这封字还是杨广亲手写下的 小金盒送到宣华夫人陈氏这 他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害怕是毒药 不敢打开 他不敢打开 使者拼命催他 你必须得打开 你必须要看看 没办法 哆哆嗦嗦 把这盒子打开了 然后战战兢兢的往里边一看 他这一看不要紧 周围围观的宫女都笑了 但是宣华夫人的宣华夫人陈氏的脸到红了 怎么回事 这小金盒里装的不是毒药 而是几枚童心结 童心结从古代到今天 这都是可以作为定情信物使用的 这是杨广跟自己的庶母表态 要跟他永结同心 那我们知道炫花夫人是隋文帝的宠妃 现在隋文帝死了才没几个小时 就接到隋文帝儿子的定情信物 这也太过分了吧 所以搞得炫花夫人也很狼狈 就扭扭捏捏把盒子放在一边了 也不去跟人家使者做任何表态 后来呢 还是在宫女的敦促之下 这才拜谢过使者 接受了这几枚童心结 那既然拜谢使者接受礼物 那就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宣华夫人同意了 所以呢 当天夜里 杨广就临兴了宣华夫人 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童心结事件 那可能有人就会说了 你在隋文帝系列里不是讲说 杨广没有企图强奸过自己的这个树母 宣华夫人吗 既然如此 怎么还会给宣华夫人再送童心结呢 没错呀 我至今仍然相信 在隋文帝去世之前 杨广是不可能去骚扰宣华夫人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杨广他不爱慕宣华夫人 我们都知道宣华夫人是当年著名的美女 杨广早在当太子之前 就是当晋王的时候 就和宣华夫人有过来往 有过勾连 可能那时候他就已经爱上宣华夫人了 只是当时不敢表达 那现在经过自己和爸爸之间的一番生死较量 隋文帝终于去世了 杨广接班已成定局了 他的内心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 这一放松 怎么样表现出来 那表现方式就是向树母表白爱慕之心 那他表白了 宣华夫人怎么办 宣华夫人也很迟疑 一方面 他知道这件事在道德上肯定是大大的不妥 所以不能够立马接受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他也要权衡利弊 要不要得罪这个新皇帝呢 权衡之下 结果怎么样 权衡之后 他不是还是接受了杨广送来的信物吗 这就是童心结事件的真相 换句话说 杨广接母这件事确实存在 只不过他不发生在隋文帝去世之前 而是发生在隋文帝去世之后 按说这事不管发生在什么时候 不过就是男女私情 不过就表明隋唐时期确实闺门礼法不严 大家想象力比较丰富 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大局 为什么我要在这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讲 因为这件事一出来 马上我们心目中对杨广老成持重 不尽女色的印象也要颠覆掉了 他是不是不尽女色 不是 他是很好色的 甚至好色到不顾伦常的程度 那既然如此 他当年所表现出来的那番 不尽女色老成持重的样子 岂不就是装的了 这是第二个优点被我们颠覆了 从隋文帝去世之后 杨广的表现就被判断 此人具有出色的表演能力 他当年为了争夺权力地位 隐忍了自己的很多欲望 把自己终办成一个合格的皇帝接班人 但是一旦接班的目的当到 他也就不愿意再伪装下去了 那么杨广还做过什么坏事呢 那再来看第二件事 就要即将颠覆他的第三个优点了 第二件事是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逼死兄妹事件 逼死兄妹 这一定涉及到两个人了 一个人是兄 一个人是妹 这兄指谁呢 当然就是指杨广的大哥 废太子杨勇 我们刚才不是讲过 在隋文帝弥留之际 曾经想要召回废太子杨勇 虽然这事没成功 但是呢 这也给杨广敲到警钟了 只要这个大哥还在 始终是个威胁 怎么消除这个威胁呢 杨广决定啊 最后利用一下死皇帝 让他发挥一把余热吧 怎么发挥 就以隋文帝 已经死掉的隋文帝的名义 起草了一份诏书 诏书里就讲 要赐太子杨勇死 让杨勇服毒自杀 然后拿着这份假仪诏 就去找杨勇去了 杨勇跟我们任何人一样 贪生怕死 所有人都是留恋生命的 所以接到父皇的这份诏书 他是迟迟不肯喝药 拖延一会儿试一会儿 最后搞得杨广派去的使者 都没耐心了 我等你到什么时候 一条绳子把杨勇就给勒死了 这不就是杀了哥哥吗 这其实还不算残酷 更加残酷的是 杨勇是有十个儿子的呀 这十个儿子也都一一被二叔杨广给干掉了 没有一个得以善终啊 这是我们说逼凶 那刚才既然讲逼死凶妹嘛 凶说完了 妹又指谁呀 这里头的妹呀 指的是杨广最小的妹妹 叫兰陵公主 兰陵公主怎么得罪杨广了 因为她的丈夫柳树 就是在随文帝 弥留之际 替文帝起草 召回废太子杨勇诏书的那个人 那这样的人 杨广当然不能原谅了 所以上就把这个柳树 边往领难了 而且还要求兰陵公主 跟她离婚 另外嫁人 可是呢 没想到啊 这个兰陵公主是一个猎女 就认准了女子出嫁 从夫这个死到里了 不想说因为丈夫在政治上犯了错误 就轻易的离她而去 所以呢 不仅不服从随杨帝 所谓离婚的命令 还要求放弃公主名号 追随丈夫 一块前往领难 这不是公然挑衅 随这个随阳帝的权威吗 阳帝当然不能接受了 怎么办呢 坚决不许 把蓝陵公主给软禁起来了 估计有一些精神上的虐待 所以呢 没过几天 蓝陵公主就郁郁而终了 刚刚32岁 那么在临死之前呢 蓝陵公主还留下一份遗嘱 说要跟柳树合葬 那我们知道 蓝陵公主这种忠于丈夫的心智啊 那是相当符合中国儒家的主流文化的呀 所以当时舆论界 对于蓝陵公主评价特别高 那么随阳帝会不会因为舆论的压力 就真的让小妹和这个妹夫柳树一块合葬 他也不会呀 杨广觉得这叫什么呀 这叫誓死跳 那我要好好收拾收拾你呀 怎么样收拾这个不听话的妹妹呀 从始至终 杨广对于妹妹的死一生都没有哭 这还罢了 而且他还下令把公主草草埋葬在洪独川 既远离自己娘家的邻亲 也远离自己婆家的坟墓 反正哪边都不靠 这就是对你的惩罚 那么逼死兄妹这事一出来啊 肯定我们心目中对杨广善良的印象也颠覆了吧 那么我们说到这里 说了这么一些事情 大家可能就已经明白了 杨广这个人不简单吧 当初啊 他为了能够成功上位 是一直在压抑自己啊 表现的是又有能力又有道德 而且这压抑的时间可不短 一压抑就是二十年啊 真是坚韧顽强啊 可是一旦上位成功当了皇帝 他又能马上就私下伪装 表现的那么放纵 那么残忍 完全不考虑任何道德标准和舆论之缘 真是无所顾忌 这样又顽强坚韧 又无所顾忌的人当皇帝 对于大隋王朝而言 我们真不知是父是活 但是无论怎么样 反正是人寿四年 六百零四年 杨广还是当上皇帝了 这个无比强大的帝国呀 这一年杨广多少岁呢 三十六岁 正是一个政治家的黄金年龄啊 经验非常丰富 那么杨广的皇帝生涯 会不会一帆风顺呢 他的下一个挑战来自哪里呢 请看下集 汉王杨亮是隋文帝最小的儿子 因此在众多王子中 他得到隋文帝的宠爱最多 实力也最强 当隋杨帝杨广登基称帝时 首先想到的 就是如何清除这个实力最强的弟弟 一场兄弟大战 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这场大战的结局如何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大随风云下部第三集 杨广东 此外观文字连续 十五岁 1980年 的阵台 大战 请关注系列